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能不能有点个人隐私 有没有秦阵 我觉得这真的是挺奇怪的 摸不透的 对我忽冷忽热的 怎么想我完全摸不透 我发现这方面 我的秦阵跟智商都比不上你 你跟我讲太多了 女人对我挺逗的 太神秘的物种了 搞不懂 我跟你说 哥 你呀 你别管轻介是怎么想的 你先问问你自己心里是怎么想的 你对他有感觉吗 不了这话题改天再说 招招镜子看看你自个儿吧 憔悴得不像样了都 很多烦心事 还行吧 就是最近有点忙 这月底要去英国了 我们集团那个 在英国分公司马上挂牌了 恰巧在这个时候 任徐家庭请假了 他请假 为什么 这也没出原因呢 我也纳闷了 你想我们在上海创业的时候 四十度的高烧 他都坚持来公司 一边打着调瓶 一边听汇报 那生病请个假 这有什么异常吗 在我来说 反正不算生长 这么多年了 我从没见过他请假 这臭小子 看你这个样子 不像只有一件烦心事 有吗 有啊 没有 挺好的 对了 哥 我妈明天就回国了 明天一起来家里吃个饭吧 嗯 知道 我没点过去 嗯 哥 我接一个电话 喂 董事长 你在哪里 我在刘养院看我爷爷呢 董事长 您有什么事吗 你的报告我看了 有几个问题我要问一下你 董事长 您在办公室吗 现在 对 行 那我一会儿去找您 哦 向你爷爷问好 谢谢董事长 不过 他现在已经完全失去意识了 我在办公室等你 嗯 我马上就回来找你 董事长 走 刚待一会儿就要走啊 这么着急 哎 我也没办法了 这许晶让我马上去公司一趟 不会出什么事了吧 事都没什么事 但有点特奇怪啊 今天早上 他突然对我们在英国 投资的BAT项目 产生了莫名的兴趣 可这之前 他好像并没有这么大的好奇心 那个项目没什么问题吧 问题 没有 我妈去英国也是为这个项目 现在市里省里 都比较看好这个项目 不过就是 哎 算了 三两句也跟你说不明白 那除了项目呢 许晶这个人正常来 你为什么这么问 我看你的状态咯 魂不守舍心事重重的 这不像你风格 我真有件事 什么事 就是 许家童用了一个陌生的 手机号 跟我说他这两天不来公司 然后许君 也不知道家童的去向 这很显然 许君现在根本就不知道 家童新的手机号码 你不觉得有点奇怪吗 哎 哥 可以啊 那臭小子 刑警四位了啊 基因里带的 行 那我回去了 行 那我回去了 行 那我 你说我真的 你们最重要的事吗 我给你看了 你看看这个功夫怎么样 如果你觉得满意的话 我就替爷爷买了 但是你觉得满意的 啊 。。。 我跟你说 你说什么都看不得了吗 他们看了觉得还挺满意 还行 你放心 我已经货币参加了 我主要是觉得这个公墓 和各方面条件都还不错 好久了 多少钱 钱的事你就别管了 行了 咱们俩人一半 你要忙的话 我去把钱付了 那也行 这样吧 你付三分之一 然后我爸妈也付一份 我现在就把那个 张经理电话给你发过去了 你把那链接也发过来了 那行 哥 这两天有时间 你去那个公墓看一下 主要是看看我选的位置 你要是觉得不合适 你可以再选 我是实在忙得出不开山 没时间弄公墓的事 行了 回去吧 我再陪一会儿 行 我走了吧 好 咱们 是 教统 我纠结了一下午 我觉得我还是要打电话 跟你说一声 就算你爸会开除我 怎么了 他早上找我了 问了我一些 关于维扣登项目的情况 他说他仔细看了 我做的贷款计划 他觉得我对这个项目 是抱着一个 谨慎乐观的态度 后来又具体了解了一下 项目的情况 你跟他说了 我指的是 你当初反对意见的事情 我只是说了 跟那个 帕丁顿枢纽的项目 相比而言吧 你也知道 我又不会撒谎 然后你爸让我写一份 别提项目的 风险评估报告 你写了 我跟他说了 我说如果我写了 你会开除我 跟你爸说 如果我不写 他当时就能开除我 我是写完了 他才让我离开公司的 刚才他还给我打电话 让我马上去一趟办公室 我是不是 要卷破坏走人了 你先别说这个 你把那份报告 马上发给我 好 我马上发给你 那我还要去见你爸吗 赵长区 从办公室出来以后 马上给我打个电话 这一夜之间 我感觉自己好像 变成你们之间 夹修饼干了 你跟你爸之间 到底怎么了 你别管了 浩宇 你记住 这份报告 不能流传出去 而且不能再给任何人看 听清楚了吗 好 我知道了 这份报告 这么着急 没什么事儿吧 事儿都没什么事儿 但有点特奇怪啊 今天早上 她突然对我们在英国 投资的BAT项目 产生了莫名的兴趣 可这之前 她好像并没有 这么大的好奇心 我妈去英国 也是为这个项目 现在市里啊 省里都比较看好 这个项目 CM-T-K-P-E inator CM-T-U-S CM-T-U-S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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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奶 我爸他找了皓宇 写了一份风险评估报告 是关于BAT项目的 我 我 怎么没听明白 我之前没跟您说过 其实在英国的时候 浩宇已经发现了 BAT项目的一些问题 之前他也不建议 我们投资这个项目 是我憋着他去做的 现在我爸有了这个风险评估报告 一定会极力地阻止 我们实施这个项目 在飞上海的飞机上 我爸也跟我说过 他对BAT这个项目 一直有一些担心 现在他有了这个当筹码 一定会找您谈判的 您想好怎么说了吗 还有 我已经给Robert发了邮件 下星期二我们去英国 8月1日 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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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日 2日 2日 1日 2日 4日 2日 1日 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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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各位 久等了 厅长 这就刘轻翼 他爷爷就是当年 龙湾县公安分局的局长 刘志健 是吗 来 请坐 你爷爷当年可是我的偶像 龙湾八三年 六二四光明电影院爆炸案 就是你爷爷破的 到现在那都是 教科书级别的经典案例 小刘 谈一谈这次难过之行的情况 好 好 叔 叔 他们还没回来吗 没有 你去休息吧 叔 你要吃点什么吗 去吧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事吗 没事 看来高峰的话写句是挺好的 不得不说 案子退到今天这一步 高峰有一定的贡献 但是他这次 对许军所做的一切 太不理智了 有可能把我们目前的成果 毁于一旦 如果许军 并不是他想象的那样单纯 如果许军 也是整个阴谋中的一分子呢 分开你的意见呢 从我和许军接触和交谈的情况来看 许军应该是个局外人 我认为高峰的判断是对的 从罗洪英的事故被发现后 我们的调查一直很被动 对说对我们的情况 一举一动是了如指掌 他们在上海队高峰下手 就说明他们已经知道 我们已经怀疑到 许家福身上 暗杀高峰失败 他们就有了防备之策 在南国的调查受挫 就已经很好的说明了这一点 我们没有让许家福先行 我们也没能掌握 赵月娥和龙兴集团 卷入许家福案的实证 在没有找到更好的调查 切入点的情况下 高峰的做法或许是个办法 但这里面确实有 不可一致的风险 没有证据 没有证据我们就无法对赵月娥 进行监听监控 这个方案有没有效果 你们怎么知道呢 高峰的弟弟也就是 高四海的杨子 周伟的儿子周浩宇 是龙兴金融集团的总经理 周浩宇已经知道 我们的计划了 没有 高峰没有告诉他 但是高峰有办法 能从周浩宇那里 探听到许家的动情 如此说来 就目前的情势 我们能做的事情并不多呀 只要我们能掌握 许家福的蛛丝马迹 我们就有理由 名正言顺地 对赵月娥和龙兴展开调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再见 早上 你看 arsen儿 来晚了吧 还好 还好刚到了 行不 小心啊 所以 是啊 ratos 在这里 妈 option 沈儿 英国之心如何呀 印象深刻啊 你知道我本科是学英语的吗 我还以为自己英语挺不错的呢 结果到了曼泰斯特 那简直是 再说吃的啊 我有一天突然性血来潮 非常想吃面 找到一家评分四点五分的拉面馆 当她的面端上来的时候 我伸出没有哭出来 为什么 说好的浓汤拉面 结果吧 就是个清汤挂面 我要是自己在酒店里泡一个方便面 还比它味道浓呢 你看 沈儿 这就是明显的代沟 你说浩宇啊 听到这英国啊 他绝对是羡慕激动恨 您呢 全是草点 那也不全是啊 人家有教养 素质高 懂礼貌 老牌帝国主义海 是留下一些文明的 有道理 对了 沈儿 您这回去英国 就是为龙兴集团的事吧 对啊 龙兴要在英国投资嘛 他们要做内保外贷 内保外贷 什么意思啊 我们银行术语 内保外贷啊 就是境内的银行 可以为境内企业 在海外注册的分公司 或者是参股投资企业 做担保 由我们境内银行的境外分行 给他们发放贷款 那优势呢 优势是什么 第一呢 就是跨境增信啊 通过内保外贷 可以帮助国内企业走向国际市场 让他们获得海外的融资 第二个呢 是实现资金或者是资产的间接出境 在有钱出不去的情况下 像国内的有些企业 它可以用它的存款 还有它的资产 在银行做抵押 然后呢 在银行得到授权 让境内的银行开力保函 由境外的分行给他们 直接发放了贷款 那这样不就是做到了资金 或者说是资产的 简介出境吗 那风险呢 有什么风险 风险啊 最大的风险就是 如果债务人有履约 导致实际的资金外流了 那这样的话 对中国国际收支 还有人民币的汇率的稳定性 会有影响 如果管理不剩的话 还会直接变成了资产转移的通道 那这么说的话 那有可能有人会利用内保外贷 来进行资金外逃了 对啊 就是资金外逃啊 如果境外债务人不能做到 按期还款 境外的分行 马上就会向境内银行索赔 这境内银行大多数情况下 一接到这个索赔 它必须要见所计赔 无条件偿还 随后才能向境内的企业 去要求追赔 那这个赔付过程当中 就造成了资金的流失了 那龙兴集团是我们省的明星企业 我觉得他们应该不会做这事吧 我这次亲自去英国 就是和我们东山银行 香港分行内阁负责人一起 做这方面的考察 而且你知道吗 他们贷款要二十亿啊 这么大一笔钱啊 后面的单位还是英镑 天哪 所以不能出任何问题 难怪您亲自出马呢 那现在怎么样 您放心啦 现在是多符合程序吧 那个项目其实也挺好 胜利也非常重视 那之后呢 还有什么程序 之后就等他们在月底之前 在英国注册分公司 分公司注册好了之后 我们就能向香港分行 开力保寒 我算是听明白大概了 也就是说香港分行 只要收到你们的保寒之后 就可以立马 给龙兴基特英国分公司 发放贷款了 是这意思吧 你这小脑瓜呀 真的是一点就通 您都说那么多了 我能不明白吗 你全听懂了啊 也没有全听懂 您听懂 您播照的用户已关机 请稍后再播 beiten 三次 喂 董事长 你这两天跟童童联系了吗 他跟我联系了 怎么联系的 他用了一个新的手机号码 班上告诉他 行 我这就发给您董事长 嗯 许总 您时间确定了吗 对 二十三号下午 嗯 许总 那这次和您一起去英国的 还有谁 我爸 周皓宇 还有邹凯他们三个 好的 那我这就给您订机票 我有电话进来 您先订吧 订好了跟我确认 好 喂 爸 你和奶奶还准备在外面待多久 你们认为这么逃避着 能解决一切问题吗 爸 你听我跟你解释 你也知道了一切 是这样吗 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 您先别生气 我主要一句话两句话 跟你说不清楚 我要马上见你 马上 为了BAT项目 BAT项目怎么了 我要宣布 终止这个项目 不是不是 它当然不会在报表中呈现的 因为你如果是还在还着利息 这个账不是坏账 那得等 彤彤他们是 北京时间二十四号上午八点左右到伦敦 那我二十三号赶到英国吧 月娥 我还是很担心儿子 你这个方案行不行啊 万一你彻底把她惹怒了呢 应该不会 我会处理好的 你放心吧 那就这样啊 我挂了 哦 好 你告诉罗伯特 我们二十三号赶到英国 好的 奶奶 您想好怎么跟我爸说 BAT项目的事呢 没问题 打电话让你爸过来吧 好 我当年给你解释 行吗 好好好 我当年给你解释 好好好啊 再见 我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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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车车我来 喂 青夜 我刚刚在开会 打成了精英 怎么了 又要我帮你弄谁 同学聚会啊 我刚从机场回来 去不了 再说好雨又不去 喂 我听着呢 你自己演独角戏就行了 用不着我给你拽台词 你稍等啊 走吧 浩宇刚刚给我来微信了 他今天晚上公司加班 来不了了 你去吧 我得陪您跟叔叔呀 家里人自己吃饭 什么时候都能吃啊 不是 问题是 就俩同学回来 就聚一下而已 就那么简单 人不全的 青夜队 有意思 浩宇能告诉我呢 哎呀 神儿八字没一撇的事行吗 神儿让你去 你去 妈 喂 靳晏 那我过来一趟吧 在哪儿啊 我在行政大队 行行行行 那我先啊 拜拜 哎呀 神儿 哎呀 神儿 哎呀 神儿 怎么在这儿发什么愣啊 一会儿高峰可能过来 行 我在办公室等他 小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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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想到你真是个喜劲 还不是被你逼的 本来想让你配合一下 国内的脱口秀节目不信你当主持 真是可惜了 你在给我做职业规划吗 走吧 我带你去见他 我还愿意赵悠和许佳童 利用龙信集团的BAT项目 进行资金外套 爸 妈 彤彤彤 你们是不是想把龙信的资产 一点一点的 全部转移到国外去 彤彤你先出去 我和你爸爸说 君儿 BAT项目是市里和省里重点关注 和支持的项目 你怎么就觉得 我们要利用这个项目 转移资产呢 我傻吗 我不傻 就算当年你和我死去的父亲 暗中助力我成为吴贵祥的女婿 并帮我坐实了上海联达 纺织有限公司的法人 及总经理 但您别忘了 九四年 龙心员工不足六百人 年销售后不到六个亿 发展到今天 员工超过了六千人 年销售后达到了四百五十亿 连续四年入围 中国民营企业五百强 难道这一切 都是你和我死去的 父亲的功劳是吧 你儿子我许君 就是一个没有一点 精英头脑的傻子 白吃 还是您手中的傀儡 对 你说话呀 我到现在才明白 为什么罗红英的尸骨 被发现后 你要匆匆召开董事会 在不跟我商量的情况下 任命彤彤为集团的总经理 你接着说 你怕了 你心虚了 你怕当年的事情 会败露出来 你怕警方 会查到徐大神上 查到我死去的父亲 怕当年的事情 一点点都拨出来 所以你情急之下 想到了彤彤 想到了他在英国的资源 想到了海外投资 你想一点一点的 把龙兴的资产 全都移到海外去 另外还有我那个 死去的父亲 不好 他没死 他就在海的那一边 他活着 他就在那边坐针 妈 他跟你遥遥相对 他还排出啥时候 抢回龙岸 就是为了消灭一切 对你们不利的证据 你说完了 我说错了吗 你准备怎么做呢 妈 我今天说了 我跟你说的一切 到此为止 我也只会跟您讲 但是我不想再看到 任何人 因为这件事情去流血 徐大已经死了 我烦他 我烦他 我讨厌他 但我不希望他死 他是我弟弟 他死 妈 我求你了 别提向我停了吧 妈 龙杏是我的 是我许君 打下来的江山 我不允许任何人把他毁了 妈 就在那你也不行 不行 我进去 或者练习 啊 那儿别的 嗯 你去把他认为 你说声音 возora 你都要不想 你来是个体验 可是我看到 人家的事 这是他 running 他想啊 把他在那里 你变得更多 人家的事 我就是越来越来 出了多年 你看你 亏你还差点成为一个律师 公平正义的司法体系 必须满足下面的条件 第一 讲证据 第二 中取证程序 没有严格的法律程序 不得拨得任何人的 生命 财产和自由 所以啊 我们就要眼睁睁看着赵月娥 利用龙兴集团BAT项目 进行资金外套 我们什么也做不了 是这意思吗 要是赵月娥他们真的把龙兴集团的资产 转移到了国外怎么办 所以说你并不认同我所说的这些观点是吗 逻辑上是通的 可证据呢 就凭沈长延说内保外贷 有导致资产往国外转移的风险 可沈长延也说了 BAT是个好项目 再加上有势力胜利的大力支持 我怎么跟上头讲 就凭你说有这个可能 就把BAT项目封杀了 可能吗 但这样吧 您哪 就静静在这儿待着 我去找证据 我看看 这件事 看来 我看又是 警察 说明明 韩国 维修 我 有一些人 每次会 还在这儿 我 我 你 秘密 我 有点 我告诉你 我可以马上召开董事会 罢免你 公司掌程规定 任何董事 不可以 不经过董事长的允许 私自召开董事会 而且要召开董事会 必须要提前十天通知所有董事 如果你要强行召开董事会 就是违反公司法力 我是绝不会交权的 董事我告诉你妈 如果你非要逼我的话 那我最后就剩下一条了 我会向法院提起诉讼 君儿 你赢不了的 你不交权 你还要上诉法院 那龙兴集团就成了群龙无首的禁地了 你觉得那些董事会答应吗 股东们会答应吗 市政府省政府会答应吗 再说你的父亲 九五年 高四海 刘志坚 你还要求 他在你身上有什么事 你和你父亲有什么事 你还要亲自 你都要亲自 你不是要亲自 他们做了两遍 你现在告诉我 结果是什么 你说话呀 匹配 匹配 是完全匹配 你现在觉得 你的亲妈我 一个普通百姓 我何等何能 我能改变那个结果 你那么信任高峰 高峰是怎么跟你解释的 可沙盛是怎么回事 他为什么要杀勇三水和许达 许达连二十六个英文 字母都认不全 你又匆匆忙忙地 把他弄到英国去 不就是为了警察 抓不到他 不能调查他吗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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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